這個OPS呢 您把 那個AntiPlanter 您把它打開了之後呢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像不像PowerPoint 選個範本嘛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你要空的也沒關係 那其實呢 它也可以把你的PowerPoint 把它匯進來 所以老師 如果要做數位教材的時候 可不可以先有PowerPoint的畫面 然後我再講解一段 然後同學再看一下也可以 所以 我現在先用這個 好 然後就用一個 好 它有幾種布局 那就 沒關係 就直接空白了就好 好 就像這個版本 有沒有知道就進來了 好進來之後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有點熟悉的感覺 你看一下左手邊 PowerPoint稱作 偶眼片 這邊稱作換本片嘛 所以你可以選擇 有沒有不同的樣式 看起來很熟悉對不對 所以 點下去 你應該就知道會怎樣了嘛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了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 因為這個ActivePlanter呢 它本身其實並不是影片剪接軟體 它是一個什麼 數位教材的製作軟體 反而比較類似 我們大家比較常用它 叫EnterCam 那個 PowerCam那個概念 那它本身呢 如果是影片剪接的功能 是完全免費的 那如果你有用到一些互動教材 做互動教材的部分的話 它是付費的 可是你不用擔心 它沒有功能的限制 所謂的沒有功能 就是這個功能都可以用 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但是差別在哪裡 就是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是影片剪接 因為是完全免費 所以也不會有融服水印 那如果你是用到它的一些 所謂的互動的功能 那它就會在上面有融服水印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你使用的軟體 沒有時間限制 也沒有那個功能限制 就是你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好這個是它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把影片加進來 怎麼加 你看齁 最簡單的 我都用懶人法 按著丟進來就好 其實它本身也可以編輯FLV 即使你沒有轉檔也可以用 那我就抓一個 比如說這個我們剛剛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進來了 那你就把它擺好 當然你不見你一定要那麼大 你可以稍微縮小一點 對不對 變成你簡報裡面一部分也可以啊 好也可以齁 那我現在先把它變大一點齁 先把它變大一點沒關係 來 好 那這個進來了之後呢 你看下面這邊 那有沒有一個時間軸 所以這就是 一般像這樣 那我們從這裡呢 所以這裡就錄了一段 可是呢 如果你的影片稍微長一點點 這樣要拉很長 所以我通常第一件事情 進來之後 我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這裡時間軸 放大鏡 我會按一下這個 按一下這個之後呢 它會把您的影片放到可視範圍裡面 這樣我會比較清楚齁 我的影片差不多大概五十六五十 大概五十三秒左右 那第一件事情要剪接 就需要做這個事情 你在這個時間軸的這個秒數上面 任一個地方按一下 有沒有同學或老師 又過威力導演 有 你看我隨便拉一下 你會覺得 人生怎麼那麼奇妙 在這裡怎麼會遇到 跟威力導演一樣的東西 威力導演的時間軸 有沒有 左右兩邊有一個小顆的 是不是要給你選 影片範圍用的 這邊一樣好嗎 所以呢 如果你發現 這段影片哪一段不ok 對不對 我就來這邊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選起來了 選起來之後你看 我們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熱震筒 就把它按下去吧 這樣就簽掉了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剪接 有沒有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並不是要錄製 就是所謂的很複雜的 像那種真正的剪接軸體一樣 我們之後哪裡錄的不好 我就把它剪掉 就這樣了 那老師要恢復呢 恢復 可以可以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這裡還原 那最單純的當然 你就控制加記就好了 這裡是有步驟 我們剛剛做的 我剛剛進來有做這些事情 可以從這裡選也可以 那最單純的就是控制加記 控制加記 這邊就還原有沒有 這邊就還原了 那我順便提一下 如果萬一老師不是錄錯 而是掃錄怎麼辦 對啊對啊 你要怎麼插錄 如果我今天在這裡 啊糟糕 剛剛發現這裡掃錄了一段 平常老師做法 如果重錄的話 我會跟你講 重錄的話 這一段不會錯 會錯在別地方 哈哈哈哈 這樣不是更麻煩嗎 因為你錄一段齁 所以我們都是通常都是小小 就是小段小段啦 一個差別的錄啊 那真的不得已 好這樣 我們就來這邊 你把時間軸移到這裡來之後 你看後面這裡 有沒有叫分割換成片 你就看哪邊掃錄的 你要插進去的 就移到那 時間軸移到那裡 你來這裡把它按一下 注意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有沒有變成兩個 所以掃錄一段 欸老師這個同學 我也不用教嘛 這好像你會嘛 可不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對不對 對所以這個完了 講解 這是我們 耐群組 哈哈哈哈 通話 但是會不會說你長相齁 這個時候錄的時候 然後我們加入的時候 對 我的衣著要一樣 喔當然如果老師要 屬於同一段的 當然最好就是穿著要注意一下 對要衣著一樣 當然當然 你如果不同天錄 我通常會建議老師 同一天錄完就最好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喔 我們不同天 聲音也不一樣 對 錄的天氣狀況也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今天比較潮濕 聲音錄起來的 跟比較乾燥的天氣 聲音是不同的 早上錄跟晚上錄也不一樣 哈哈哈 所以最好就是說 同一天可以錄完 最好 對對對 因為你是同一段 等於是同一個時段 時間點錄的會更好一點 就比較不會覺得 欸奇怪 怎麼這個聲 再開了 喔還蠻有精神 可能講話的活力就不一樣 所以老師有沒有發現這個 比較單純 那我先讓老師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來